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机大战 可解首局西白四分之一子 货车飞奔 多人挤在驾驶室里打牌 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聚焦热点关注民生 观众朋友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三 来看详细内容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11次代表大会主席团 昨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议 李鸿忠同志主持会议 盛茂林同志向会议做了关于 中共天津市第11届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和中共天津市第11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预备名单的说明 做了关于我是出席党的19大代表 候选人预备名单的说明 会议通过中共天津市第11届 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 和中共天津市第11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预备名单 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通过我是出席党的19大代表候选人 预备名单 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通过大会选举办法 通过预选时的监票人和总监票人 副总监票人名单 党代会报告确定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 提出建设五个现代化天津 今天来关注 加快建设创新发展的现代化天津 加快建设开放包容的现代化天津 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天津 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加快建设创新发展的现代化天津 报告提出 以一盘旗思想深入推进经经济协同发展 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 全面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 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坚定不移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 加快建设开放包容的现代化天津 报告提出 坚持理念先行 向思想解放要动力 坚持改革攻坚 向体制机制创新要活力 坚持开放先导 向全面开放要空间 大力推进绿色发展 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天津 报告提出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 推进绿色现代化 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 优化城市布局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 提升城市品质 这两天激州区的前淑敏大娘 创造了一幅《一颗红心忠于党》的剪纸作品 庆祝党代会的召开 在市与第十一次党代会新闻中心 一幅名为《一颗红心忠于党》的剪纸作品 吸引了代表的关注 一颗红心忠于党 这也是代表着我们天津市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拥护 也体现出的就是民众的对我们天津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的热判 在冀州区桃花四村 记者见到这幅剪纸作者 钱淑敏大娘 他告诉记者 高高悬挂的党灰象征着太阳光芒四射 飞翔的和平歌代表着如今和平团结的环境 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 被青山绿水环绕着 寓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美好 在图案的中央 则是各界群众一起喜迎党代会的盛况 党的领导有正确领路人 指挥有方 奔头有路 道路明确 群众你就跟着往前走 今天继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还有95天 随着全运会脚步临近 各项目的运动员也在进入备战冲刺阶段 天津女子配件队的队员 这几天也在加紧训练 力争全运会冲金 天津女子配件队的备战 现在已经进入到实战状态 教练组根据全队新老队员 年龄差距较大的特点 特意安排新老队员成组训练 通过模拟比赛进行对抗的方式 提高新队员在场上的技战术水平 就是像实战 格别克之类的比较多 然后体能也有配合 针对每一个对手 每一个队伍都有 大伙都有所研究 然后针对后面的两战比赛 是中东之中 所以说大伙准备得很充分 听见女子配件队 在全运会基建预赛的前两个分战赛比赛当中 都取得了前三名的成绩 全运会决赛开赛前 天洁女子配件队还要参加最后两战预赛的比赛 我们也是根据每个运动员不同的特点 人而异的进行了一些个案的训练 在这个精调稀刻当中呢 就是把他们所有的计算组 再组合起来 咱们的全运会的决赛 我们确保签上没有立正紧排 再来关注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发展一年多 全国到底有多少辆 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目前不完全统计 全国累计投放超过一千万辆 注册用户超过一亿人次 累计服务超过十亿人次 针对共享单车投放过剩问题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蔡团杰表示 在部分城市部分地区 共享单车确实存在投放过剩的情况 原因有的是企业线下维护不到位造成的 有的则是企业直接过量投放造成的 而且各个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 所以应该予以区别对待 交通运输部不会做出总量控制的要求 鼓励各城市根据各种现实条件 按照属地管理的方式 自行制定管理办法 企业对互联网中立自行车的安全技术状 会有主体的 所以我们要求企业加强线下的服务能力建设 合理配备线下的服务团队 加强车辆的调度 停放和维护管理 确保我们投放的车辆 以及在市场上运行的车辆 符合相关的技术要求 就是说企业你对发现的自己车辆被破坏 要及时的清理和更换 避免我们那个废弃车辆在乱堆乱放 带来的城市自立的难题 此外 共享单车指导意见征求稿中 还提出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专家表示 基于安全考虑 采取了比较谨慎发展的态度 近日有消息称 根据今年施行的新版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 旅客乘坐国内航班时 不能使用护照办理直击 对此 中国民航局公安局昨天下发通知指出 持护照可以办理国内航班 购票直击安检手续 根据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可以作为有效乘机身份证件 办理国内航班 购票直击安检手续 旅客乘坐国内航班 办理购票直击安检手续时 应当使用同一个有效乘机身份证件 记者从天津机场安检部门了解到 在昨日接到该项通知后 旅客使用护照乘坐国内航班 无需再出示居民身份证 可凭护照放行 此外 民航局公安局提示 居民身份证过期不能继续使用 若有效期满的 机场公安机关将为有需求的旅客 签发乘坐民航飞机临时身份证明 记者从多家监测机构了解到 国际油价连续两周反弹 本周四 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迎来上调 幅度或破每吨100元 5月22号 欧市盘中油价持续走高 受OPEC延长减产协议持续升温 加上美国原油库存持续下降 美元走弱等因素影响 已经使得国际油价持续反弹两周 累计上涨幅度接近10% 受此影响 国内成品油调价参考的原油变化率 持续正值拉升 据卓创资讯数据监测模型显示 截至5月19号收盘 国内第七个工作日的原油变化率 收于2.75% 相对应的成品油限价上调幅度 在每吨95元 因为这一次的QR窗户开启 只剩下三个工作日的时间 而我们认为 剩下的时间里面 国际油价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 是非常的小 所以说到5月25号的24点 国内的成品油的零售价格 上调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 而且最终的一个上涨幅度 有可能会达到每吨120块钱 那么折算成升价的话 就是92号汽油每升上涨9分钱 零号柴油每升上涨1毛钱 分析表示 按照此幅度 25号油价上调之后 车主加满一个50升的油箱 较之前将多花4块5毛钱 昨天2017中国天津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 举办了金字号非遗项目 专场展示表演 让参观者大开眼界 这个项目叫做蓝首门武术 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蓝首门是中国传统拳派之一 清初传入天津 现场表演者们默契配合 拳法变幻莫测 引得在场参观者 阵阵掌声 平时生活中 我们建的这些东西比较少 有了这次活动 就可以让我们集中展示一下 让我们都可以具体地看一下 然后体会体验一下 此外 现场还有天津毛猴 葫芦落画 勾缝秀等非遗项目 活动现场还集中 对外省市非遗项目 进行分区域展演 像安顺腊染 它被誉为东方第一染 是苗族不依族 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 民间公益 给我们安顺腊染传承文化 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就让大家了解 我们贵州安顺的腊染文化 据了解 今年的非遗展演活动 共展示50多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让市民通过参观 体验等方式 进一步了解非遗文化 随着夏季到来 天津各区也充分利用 景区景点资源 举办各种主题活动 让肖下纳良的人们 有地儿去 有得玩 在西青区水高庄园 一场稻草人熊猫艺术节 拉开帷幕 葫芦娃 白雪公主 小黄人等70多个稻草人 以及500余个陶瓷小熊猫 遍布景点 把这里装扮成童话世界 这个坦克的稻草人 还有这个优质伞 风车弄得都挺不错 本次稻草人熊猫艺术节 将持续到6月11号 据了解 这些稻草人 是由本市20多名民间艺人 利用秋收后的稻草 历时一月 纯手工编制而成 接下来还要邀请市民 参与卖收拉车 打鼓 收粮等农事劳动 丰富市民生活 昨天是天津网约车新政 实施第一天 随着过渡期正式结束 市客运机查执法部门 启动了针对本市客运市场 重点地区重点场战的 全面市场监管整治活动 至少四辆违规网约车 被查扣 天津市发改委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2017年 天津市服务业转型升级 专项年度工作计划 其中明确 年内支持市邮政管理局 快毕业发展项目1000万元 明天开始 本市面向全市招生的 七所寄宿制民办初中 实行网上统一报名 学生可以在报名学校中 选择两所学校 作为志愿学校 中纪委网站公布 四月处理违反八项规定 5023人 应届毕业生就业调查 平均月薪4014元 三城去一线城市 围棋人机大战 科解首局 西拜四分之一子 孩子被推从滑梯上滚落 父亲竟动粗踢人 货车飞奔 多人挤在驾驶室里打牌 货车超远 百分之百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我道路交通案件法 日本众议院 强行表决通过 有争议法案 引发在野党和民众 强烈抗议 12点报道正在直播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二十三号公布 今年四月份 全国五千零二十三人 违反八项规定 受到处理 从通报的数据来看 今年四月 全国共察署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 三千五百一十四起 处理五千零二十三人 给予党政纪处分 三千四百七十六人 其中 乡科级干部 三千零五十二人 县处级干部三百七十七人 地厅级干部四十七人 从查处问题来看 违规发放金补贴 或福利问题 最为突出 共查处七百八十二起 占全部问题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 排在第二位的是 违规配备使用公车问题 共查处了七百零六起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 查处了六百五十七起 排在第三位 此外 违规公款吃喝 公款旅游 大半婚丧喜庆问题 也均有查处 截至四月底 全国今年已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 一万一千一百零二起 处理一万六千零六十人 给予党政绩处分 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人 紧急多地发生 接送学生车辆 安全交通事故 教育部近日就出台了 关于开展 中小学幼儿园 校车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决定立即在 全国组织开展一次 中小学 韩幼儿园 校车 包括学生接送车辆 安全隐患 全面大排查 通知要求 重点对校车驾驶人员 从业资格进行审查 坚决清退 不符合要求的校车驾驶员 对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 行车路线 及道路安全隐患 进行认真排查 并登记备案 对排查发现 不合格车辆 坚决停止使用 通知还明确 各地要建立 校车安全事故等 突发事件 应急处理问责机制 对不重视应急处理 不履行学校安全管理责任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要依法追究 有关责任人责任 并将排查整治情况 于5月30号前 上报教育部 又到一年毕业季 近日支联招聘 发布了一份 有关2017年应届大学 毕业生求职情况的 调查报告 数据显示 2017年应届毕业生 平均签约月薪为 4014元 签约在一线城市的 应届毕业生 占比最高 调查显示 2017年应届毕业生的 就业意向 仍然以就业为主 占比为73.5% 相较去年 选择在国内 继续学习的学生 比例出现大幅下降 由2016年的16.5% 下降至今年的6.3% 选择出国继续学习的 学生比例也出现 小幅下降 由4.8% 下降至3.4% 一线及新一线城市 仍然是今年应届毕业生 选择的主要就业地 调查显示 签约在一线城市的 比例最高为33.5% 新一线城市 与一线城市基本持平 为33.1% 而二线城市签约比例 仅为19.0% 三线及以下城市的 签约比例为14.4% 根据上述数据调查分析 由于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 和快速增长的就业机会 新一线城市展现出 对大学生就业 更加包容 接纳的一面 已经超越一线城市 成为最具吸引力的 就业区域 昨天备受瞩目的围棋人机大战 在浙江同乡展开了第一轮的较量 对战的双方是人工智能围棋程序 阿尔法围棋和中国棋手柯杰 遗憾的是最终柯杰首战直黑 以四分之一子西白 柯杰直黑先行 布局阶段 柯杰在低棋手就走出了 模仿阿尔法围棋的 开局布九点三三的下法 阿尔法围棋的应对滴水不漏 中盘阶段白棋在左上一带的下法 让柯杰思索时间明显加长 随后白五十四的后手段 更是令柯杰和在研究室观战的 职业棋手们感到不可思议 确实拍下的太好 我觉得有很多地方 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棋手去学习 然后去探讨 拍下很多的思想 还有对于棋的一些理念 其实是越来越在冲击我们的职业 也在改变我们 最初的对围棋的看法 是没有什么棋是不可以下的 后半盘阿尔法围棋的表现依然稳定 虽然柯杰拼到最后 但仍以四分之一子惜败 这已经是在围棋规则之下最小的差距 5月25号27号 双方还将展开剩下两局棋的对决 近日上海某餐厅儿童游乐区的滑梯上 以四岁孩子推了前面两岁男童一把 男童向前扑倒 头朝下滑了下去 监控画面显示 当时一名男孩在玩滑梯时 下意识地在高处推散 站在他前面的另外一名小小孩 小小孩顿时一个猎胁 头朝前面朝下滚下滑梯 懵懵懂懂的男孩大概是还不明白自己闯了祸 而被推下滑梯的这名孩子的父亲已经怒不可遏 先是用手拽住肇事男孩的脖颈和衣领 随后抬脚朝着男孩身上踢了两脚 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见状 赶紧将被踢的孩子抱在怀里 防止事态升级 被踢的小孩的家属认为 对方这样踢自己的孩子是不对的 毕竟是小孩子没有意识 而且当时母亲正好去上厕所了 再来看一个新闻现场 昨天湖北省境内的高速公路上就发生了危险一幕 几个人竟然挤在一辆大货车的驾驶室里 打起了扑克牌 5月22号晚 湖北省高速交警通过监控 发现了一辆快速行驶的大货车 驾驶室里挤进了好几个人 而且这些人正围在一起 专心致志低头干着什么 高速交警初步判断 这辆货车存在着超原现象 于是交警在收费站将这辆货车拦下检查 从现场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合在三人的货车驾驶室里 居然装了六个人 超原达百分之百 据司机介绍 货车上面装的是收割机 由于收割机上还有三个私承人员 他们担心坐在收割机里跑长途不安全 因此抱着侥幸心理 全部挤进了货车驾驶室 更为危险的是 在行驶途中为了消磨时间 几个人竟然不顾交通法规 在驾驶室里打起了扑克 货车超原百分之百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将被处于200元罚款 而打牌的四个人 应有妨碍驾驶员安全驾驶的行为 将受到批评教育 并受到相应的罚款处罚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 5月23号上午 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首次出庭 接受其有关涉嫌受贿 滥用职权等18项罪名的审例 审判长当庭决定 将朴槿惠和崔顺时并按审理 这是亲信干政门丑闻曝光以来 朴槿惠和崔顺时 首次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 庭审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 控辩双方各执一词 检方认为 朴槿惠向亲信崔顺时 泄露国家机密 滥用职权 并指责朴槿惠与崔顺时 为一己私利 践踏法治精神 共谋利益 对此朴槿惠律师在法庭上 否认检方全部指控 坚持无罪辩护 朴槿惠表示 与律师立场一致 崔顺时在庭审上 极力否认检方指控 当天庭审结束后 法院宣布 将于25号再次开庭 23号日本执政联盟控制的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 强行表决通过了一份有争议的法案 有组织犯罪处罚法修正案 这一修正案是今年3月提出的 当时安倍政府以适应联合国打击 有组织犯罪公约 及2020年东京奥运会安全需要为由提出这一修正案 而尽管安倍政府一直强调 这份修正案的惩罚对象 是恐怖组织等有组织犯罪团伙 但是由于相关规定很模糊 日本民众担心 这份修正案一旦获得通过 可能将赋予执法机关过度权力 从而滥用刑罚 甚至让国民的隐私暴露于政府的监视之下 本月19号 修正案在日本国会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上 强行获得通过 23号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 强行表决通过 日本多个在野党则缺席了 当天的全体会议一式抗议 在国会外 大约1200名民众举行集会 高呼反对口号 要求执政党废除这一修正案 根据相关法律程序 这份修正案接下来将被提交参议院审议 而由于自民党和公民党的执政联盟 在参议院同样占据半数以上一席 预计修正案在参议院也能获得通过 老牌007扮演者罗杰摩尔爵士当地时间5月23号 因癌症去世 享年89岁 上世纪70年代 他出演影史上最出名的间谍詹姆斯·邦德 出演过7部007电影 是饰演邦德时间最长的演员 好 下面一起来快速浏览国际国内 还有哪些热点新闻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23号晚间宣布 将英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 上调至最高等级危机 他表示不能忽视与曼特斯特爆炸案有关的 更广泛组织存在的可能性 今日日本自卫队准航母出云号和一艘美军舰艇 同时出现在越南金兰湾举行联合训练 这是历史上首次日美在金兰湾的联合军营 22号 俄罗斯和土耳其政府证实 俄方将取消针对土耳其的经济和贸易制裁 巴西总统特梅尔今日应被爆出 向已经入狱的前众议长支付封口费 成为巴西反腐机构的调查对象 特梅尔表示 即使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正式起诉他 他也不会主动辞职 正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 选举埃塞俄比亚政府提名的 该国前外交部长 特沃德罗斯阿达诺姆博士为新任总干事 这也是世卫组织近70年的历史中 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 当地时间23号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 大洋38航次第三航段的首次下潜 调查区域为马里亚纳海沟北侧 海底作业3小时11分钟 最大下潜深度4811米 昨天凌晨 浙江温州欧江北口大桥中塔开建 这是世界首次采用混凝土结构做中塔 大桥也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技术难度最大 建造公寓最为复杂的桥梁之一 河北张石高速公路昨天发生一起车辆燃爆事故 8辆货车1辆小客车受损 12人死亡3人重伤 大连线气象主播刘思妍 你好思妍 主持人你好 大家中午好 周一的降雨过后 昨天主导风向仍为偏北风 因此虽然天空转晴 不过阴凉处整体还是比较清爽舒适的 到了今天天气重新切换回晴热模式 上午10点市区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29.1度 紫外线等级强 预计今天下午阳光照耀下 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3度上下 炎热感觉明显 五间时段尽量减少外出 傍晚日落时光照减弱 气温会下降到比较舒适的范畴 示意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后半夜到明晨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附近 北部地区则会偏低4-6度 所以大家夜间入睡前 还是要注意不要贪凉 明天的主导风向将会转为偏东风 对气温的攀升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市区的最高气温仅在26度上下 东部的滨海新区还会再偏低一些 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两个工作日 气温将会再次回升 最高气温可能会上升到35度左右的较高水平 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聚焦热点关注民生12点报道 明天见